当年,陈慧山因为梁锦松的追求,不惜结束了13年的婚姻 但在他离婚后,梁锦松却转身去了,跳水皇后扶名侠 陈慧山在美国念大学的时候,就与中美民走到了一起 毕业后,两人迅速领了证 之后,陈慧山进入了香港无线电台,成为了一名幕后工作者 但是因为陈慧山非常漂亮,于是他被邓特希挖掘 走上了演艺的道路,凭借着出色的向往 陈慧山很快就红了,并吸引了财神爷梁锦松的关注 秉持着名花虽有种,我来松松吐的想法 梁锦松带着鲜花礼物出手了 很快,陈慧山就被多才多艺的梁锦松打动 并为此跟丈夫离了婚,但就在他沉醉在 嫁入豪门的幻想中时,梁锦松却沉默了 原来有了结婚想法之后,梁锦松就去找大师算了一贯 大师表示,这女孩客夫,不建议你跟她在一起 听完这话的梁锦松顿时沉默了,也再不提结婚的是 2001年,49岁的梁锦松在一次活动中 认识了23岁的跳水皇后福明侠 因为活动是在香港举办,而福明侠却听不懂粤语 于是梁锦松成了他的话语,梁锦松很快就成了朋友 活动结束后,梁锦松经常约福明侠到处游玩 梁锦松的感情也越加深厚,之后他们被媒体拍到 梁锦松的父母在得知女儿与梁锦松的恋情后 却直接表示了反对 因为梁锦松年纪,比福明侠的爸爸还大了两岁 但福明侠却铁了心,在真爱面前,年龄差又算得了什么 见女儿如此坚决,夫妇父母只能同意 2002年,福明侠与梁锦松在夏威夷举办了婚 两人五年生了三个孩子,而被抛弃了陈慧山 如今成了一名英文老师